你好 歡迎收看4月8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陸宜慧 花蓮縣政府積極活化閒置空間 把位在捷安鄉中山路鐵軌旁的舊菸業場 規劃設計成一座運動休閒園區 8號上午舉行動土典禮 預計在今年底就可以完工啟用 那我們在公共設施跟休閒 場所所需的日益增加的一個狀況下面 我們選定了一個人理園場 一個歷史的保留跟一個地方發展 共存的一個基地 來做一個這次工程的一個建制規劃設計 花蓮縣政府為了活化花蓮舊菸業場的閒置空間 特別規劃建制一座結合多元用途的運動園區 來提供民眾親自引髮族及身心障礙族群 更多元的運動休憩場所 而這項工程也在8號上午舉行了開工動土典禮 預計在今年底就會完工啟用 第一場動土典禮開地平安大吉大利 在這個地方有文化 有這個文化的底蘊在裡面 也有菸業的文化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作為輕度的開發 把它整個先把它整理出來 來做一些運動的這個設施 所以也因此有這樣子的 這個低密度的開發來產生 而裡面又有很多的劇組我們的一些歷史建物 又需要把它保存下來 所以就有一些的展覽館 在僅有的預算裡面七千七千七百萬含設計規劃含施工 所以並不是一個很大一個案子 但是這整個時間還有整個跟我們鄉親的對談 跟部落的對談 還有整個這個產權這個的轉換 所以經歷了非常非常的多年 所以今天我想是大家最開心的時候 因為到年底就要來完成 縣長徐正衛也表示 目前北昌國小特赦幼兒園已經開始動工 而吉安鄉兒哨館也將在下星期動工 南區域裡目前也正在規劃興建全民運動館 雖然花蓮縣面臨人口老化的問題 但還是不斷朝健康運動的城市邁進 也希望吉安鄉勃勃部落聚會所能在年底完成 讓花蓮成為共好共融的地方 記者徐立琴 簡安鄉報導